登山家曾格尔去年被控 介入富商陈坤宝的家庭 造原配月企如 依侵害配偶权为由求偿200万 曾格尔16日在脸书 发出签字文反击 也点名女星贾永杰 预防不要再攻击她 而贾永杰也于17日上午在脸书回呛 这是一堂告诉女人们 要勇敢地面对 才能勇敢走下去的一刻 坦言事情刚发生时 曾劝月企如不要采取法律行动 让时间修复伤痛 但是月企如反告诉贾永杰 我一定会站出来 因为她这种人绝对不是第一次 破坏别人的家庭 之后一定还会继续 贾永杰回忆起她陪伴月企如的过程 有崩溃难过的时候 我陪着你哭 听着你流泪 诉说着一切 听着小三嚣张地呛你 又没有抓奸在床 是要告什么啊 面对层出不穷不断的不实指控 月企如非但没有倒下 而是处理公事 搜证 应付网络不实留言 以及照顾孩子 种种坚强的行为 令她既心疼又佩服 让贾永杰 力挺略起乳 并强硬表示 身为一个女人 妻子 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愿意站出来 我就是挺 我挺得正正荡荡光明磊落 我相信证据确凿的事实 我相信人品代表一切 我相信 法律会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最后 她强调 维护社会正向善良的风气 打击犯罪 是大家的责任 健康 코로나19 最后 我们更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yok 对 这样 是